张大帅侵卫队的队长 把东西交出来 你休想 爹 爹 宁儿 爹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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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龙头杖交出来 宁儿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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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爹 我跟你拼了 爹 可法处 女儿起来 快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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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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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死你们 有事 死 你 流生 我 乎是 刘 死 病 內 虽然 有事 湧 我 爹 爹 我爹呢 英春呢 我要回去救他们 朴毅 你冷静点 你爹已经惨遭毒手 而柳迎春 为了救他娘 也已经葬身火海了 朴毅 你冷静啊 朴毅 你冷静啊 冷静点啊 朴毅 爹 朴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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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因为你 你今天也种倒霉鬼 我全家都被你害死了 我爹是为了救你 才残造毒手的 还有英春 英春也是你害死的 如果当时我们结了婚 他真的会和我在一起 你知道吗 你害死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朴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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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死 是我害死了大家 他 爹 儿子对不起我 英春 伯母 我对不起你们 儿子我的 你还有脸叫他敌人 你根本不是他儿子 女儿 爹 我不是他儿子 你杀了我 我不吓唬了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你这个脑袖 我现在就杀了爹 宁儿 住手啊 宁儿 我要杀了他 够了 干什么你这是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不要再互相埋怨 自相残杀了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团结 你 还有飘翼 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要怎么为你们死去的爹报仇 这个血海深仇 你们俩一定要报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好好地想一想 怎么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是不是 你想想 74 熊 熊 prophets 熊 孩子们 我们到了 走 师父 门外有位叫梁浦方的人 求见 庆元兄 可认得我梁浦方 记得记得 浦方兄 你是我师弟诸可发的 至交好友 可发了 庆元兄 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太极门 是想在这里避难 给庆元兄添王方 提 符吗 就是若 请 钵元兄 来到太极门 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咱们还是到里面去说 请 请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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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 好 请 能否收漂逸为土 陈掌门 你就教我抬极拳吧 这样吧 我先看看漂逸的功夫 练到了什么程度 然后再做决定 来 如风 爹 你们先到这里吧 好 你们先休息吧 怎么了 爹 我想让你和漂逸 切磋一下太极拳 漂逸也会太极拳吗 是他父亲亲自传授的 我想看看他的底子如何 好 请慢 青龙出水 白鹤 亮翅 白鹤 亮翅 平义 你另一次给爹瞧瞧 白鹤 亮翅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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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就两招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 每天只学两招吗 我知道一处则不达的道理 可是每天两招也太少了 漂逸啊 这陈氏太极拳法 可是有深刻内涵的 什么内涵 这个内涵 你自然就明白了 这个内涵啊 长大之后 你自然就明白了 来吧 跟着爹 再继续练 嗯 青龙出水 停手 可以了 镇掌门 现在能叫我太极拳了吗 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我禀赋那么差吗 不是你禀赋差的问题 而是你自己 还没有准备好 那你告诉我如何准备 我马上去准备 如果哪一招练不好 我立刻去练呢 朴毅 你回答我 白鹤亮翅和金刚岛礁 到底是什么含义 我知道 我告诉你啊 白鹤亮翅出自古文 如白鹅之鸟 舒展羽翼象形也 金刚岛礁呢 是出自一神话故事 我爹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练武功不但要修外 而且要修内 lux富费 我讨论的 那天 不讨论你 你 我讨论你 我讨论你